硅谷银行母公司硅谷银行金融集团3月17日表示 集团已申请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保护规定 在法院监督下进行重整 为手投资产寻求买家 路透社报道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曾在3月13日表示 打算为旗下企业研究是否有策略性替代选项 该集团硅谷银行证券和硅谷银行资本 及其普通合伙实体都未涵盖在破产保护申请中 经济学家在一项新研究中指出 造成硅谷银行破产的根本逻辑在于 在市场利率上升的环境中 银行持有的固定收益资产贬值 导致担忧过度的客户蜂拥提取其未受担保的存款 从而引发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而研究发现 有多达186家银行都面临与硅谷银行类似的风险 另一方面 摩根大通、花旗、高盛等11家华尔街大型银行 3月16日宣布 将向陷入流动性危机的第一共和银行 存入共计300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货币监理署当天表示 此举展示了美国银行体系的韧性 然而 获救的第一共和银行 股价当天收涨约10% 但在盘后一度暴跌近30% 有媒体援引知情者消息称 参与救助的大行在考虑收购该银行 有兴趣的买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PNC银行 国际刑事法院第二预审厅3月17日 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 要求他必须对其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承担责任 理由是 普京涉嫌对乌克兰儿童进行非法驱逐 将乌克兰民众从乌克兰非法迁移至俄罗斯联邦 据指控 这些罪行是在至少从2022年2月24日以来 在乌克兰被占领土上犯下的 普京应当为此承担责任 俄罗斯外交部对此表示 俄罗斯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根据该规约不承担任何责任 俄罗斯一直否认他们犯有战争罪 其外交部表示他们不会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 近日 中国驻美大使馆公布了恢复十年签证 和旅游签证的通知 美国华人回国的热情瞬间高涨 但由于中国东航、下航、南航三家航空公司 撤回了中美航班增加的申请 这意味着短期之内 中美直航的航班不会增加 机票价格仍处于高位且一票难求 美国交通部网站显示 南航申请在3月26日前 恢复广州至洛杉矶 广州至纽约 广州至旧金山三条航线 每日一趟 东航预计将上海浦东 至纽约肯尼迪机场的航线 从每周两班增加到每周三班 下航提的计划 包括增加福州至纽约肯尼迪机场 每周三班 厦门至洛杉矶 每周增加到三班 不过上述申请均已全部撤回 至少到10月底保持现状 此前申请增加航班的大户国航 在2月23日提交了航线申请 从2023年3月4日开始 增加北京首都至纽约肯尼迪机场航班 不过至今申请仍未获批 3月16日 法国政府援引宪法第49.3条 决定绕过国民议会 强行通过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此举引发反对派和工会的强烈反对 反对派计划对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 如若不信任动议通过 法国政府可能面临弹劾 届时总统马克龙需要从中做出抉择 总理博尔内面临下台风险 法国官方今年1月公布退休制度改革方案 计划将法定退休年龄 从目前的62岁延迟至64岁 多份民调显示 大多数法国民众反对延迟退休年龄 但认为退休制度法案能够最终通过 在政府强行通过法案后 16日晚上 法国多个城市爆发抗议 巴黎目前已有217人被捕 他们批评马克龙无视民主 要求他下台 法国各工会团体则呼吁 3月23日举行另一次罢工和示威 小方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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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了责考虑 可点满 intellect肯定 可点满力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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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行